让更多东南亚国家了解台湾 文化总会还主动出局 首带启动了卡车秀台湾的计划 问问为什么是卡车呢 因为这辆卡车可是能够变身的 它可以变成舞台 就把台湾的表演带到了世界各地 就是这样的概念 卡车秀的第一站飘洋过海 它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 让台湾的艺术深入马来西亚的民间 展现台湾文化的软实力 来自台湾南部的严永能和打狗乱歌团 长期关心农村 农民议题 以本土创作和母语歌谣走唱为主 40年代 50年代 那个时候是台湾比较被压迫 比较没有办法自由唱歌 自由说出自己心情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有关心像亡娘寡母团 有一些这个糟糕的 他们透过戏剧 透过新剧 然后去表演 那整个人都很高兴 他们的道具很多 都是传统台湾农村的图腾 用歌舞团形式 注入新的现代曲风 在线旧时期的台湾农村 这是我们的文创 还有水高大 以前我们看市场 还有一部都有人 小美冰淇淋 黑冰 那每个都 我们只要做自己 全世界都会很受益 四个最代表性的团体和歌手 呈现台湾多元的文化风貌 而他们的舞台 就是这辆 曾经跑遍台湾各乡镇 把文化表演带入民间的艺术卡车 它三分钟内就能变身成一个舞台 它被海运到马来西亚 进驻市政厅广场和购物商城 象征台湾文化开进冰城 这就是阿嬷的平台湾 像英文的企业 让每一人 只要看平衡就无缘 我们的结设就是 Merry in Taiwan 在滑海 保抵日到电子亭为牆 台湾的野台文化是非常的多元 继续欢迎我们轰动南台湾的小桃红小姐 就真的可以更了解台湾的 每一部分就从台南啊台北啊到台中 因为九天实在是台中嘛 所以可以看到每一样不一样的地方的文化 我可以看到以前到现在 就每一个时代它的那个转变 然后台湾的文化那方面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只好大家都吃台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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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顺便大家出头地 流水如昂 变湿 有朝人凉花心 野台式的互动激起观众热情回响 在这样的夜里 一台卡车称载着台湾最美的文化风景 刘佛